在这个世界坏人可以为所欲为 随处可见被折磨致死的人们 黑妹和小美二人 不幸地成为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趁着歹徒接电话的机会 小美拼尽全力地向前奔跑 由于距离太远 歹徒连射竖枪也没有命中 于是黑妹便成为了歹徒折磨的对象 她将黑妹的双手捆绑在树盖上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把电钻 黑妹拼命地求救 但围观的人们只是冷漠地拿出手机记录着这一切 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 就在歹徒准备刺穿黑妹的身体时 逃跑的小美手拿猎枪重新折返了回来 然后将歹徒一枪毙命了 随后两个女人开着歹徒的车子继续上路 小美打算前往最南边的白熊信号塔将控制式摧毁 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人们 才能将这个世界的秩序恢复正常 然而黑妹的脑海中却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些灵星的画面 她隐约觉得这个白熊信号塔有问题 但小美却不愿放弃 因为这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办法 随后二人根据地图的指引总算找到了控制式 可就在小美倒完汽油准备点火时 歹徒再次追了上来并迅速将她制服 看到同伴身受重伤 黑妹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猎枪进行反击 结果惊讶地发现射出的金氏梨花 紧接着身后的大门缓缓打开 台下的观众热烈地欢呼 鼓掌还没等黑妹反应过来 就被五花大绑在了椅子上 原来除了失去记忆的黑妹 其他人全都是演员 这时导演走上舞台为她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几个月前黑妹的男朋友曾绑架六岁小女孩并折磨至死 虽然黑妹没有参与 但是却全程围观并用手机录下的小女孩被折磨的全过程 她的行为同样令人发指 所以黑妹男友在狱中自杀后 民众便把所有的愤怒转移到了黑妹身上 于是就诞生了白熊正义公园 在黑妹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 她再次被装上汽车游街市中 接受着所有游客的谩骂与指责 最后又被送回了最初的那个房间 在地上撒下药片 带上消除记忆的装置 然后在电视上播放的小女孩生前的视频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也将房间的一切进行了还原 离开之时导演拿出笔在日历上打了个X 像这样的折磨黑妹不知道已经重复经历过多少次 第二天白熊正义公园的大门缓缓打开 游客们再次挤满了房间 而充当冷漠的旁观者需要遵守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不许说话 让犯人完全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第二保持三米以上距离避免被误伤 与此同时房间里的黑妹再次醒来 而新一轮的折磨也将重新上演 这些游客们打着正义的幌子 参与并见证着对一个失忆女人的惩罚与折磨 他们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行为 与当初的黑妹又有何不同 看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何感悟呢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